大家好 我是阿昌 首先呢 真是人不要面天下無敵 自己交你一劈屎一樣 還在那裡賀人翹腳 假扮陳師傅 你拆好那件事 你敢翹腳錯呢 那些叫自嘲 是高張的 但是你完全沒拆過那件事 又賀人這樣在那裡 串人呢 那些又叫自取其辱 不過算了 不要說那麼多了 原本沒打算再回應 回應那家公司的事情 但是呢 他自己又不正面回應 就永遠這樣單單打打 是的 兩條片重來一次過回應他 不過老實說 我沒有看很久了 不是 我有看的 不如有看你們的留言 是的 某些公司覺得自己被人 惡意網絡攻擊 哪有那麼多人網絡攻擊的 你曾經買個讚 我沒買過的 其實我不懂哪裡買這些東西 其實就是 所以就 不過喜歡怎樣說就怎樣說 是 飛著去看 師傅 今天拿著兩包鏟 有手術 為什麼呢 所以他這樣拿著兩包鏟 是的 這件事真的很有喜感 完全是周星馳的感覺 這個年輕人就慘了 這樣讓他擺上台 也不知道認不認得好 你是老闆 你說上來 沒得不讓你上來的嘛 但是你偏偏響證自己的名字 最臭的時候 找些這樣的東西來搞 你想我怎樣 對了 那間新屋 你看看 他前後兩條片呢 整間屋是完全一模一樣的 基本上是 這就是他的風格 這就是他的風格 這就叫做罐頭炮 賭武製造 哎呀 為什麼一拍就拍別人的廚房門 對了 他自己也經常說 那些公屋 居屋 那些公屋不是一樣 改得拆得 這間呢 我看應該是買了一個公屋來的 但是 你是不是都可以這樣拆掉一個廚房門呢 對了 又老屈別人用了他那個 大陸牌子的油煙機 對了 別人想買一個伊拉克斯的 大陸 靜一點 又要迫著用你這間公司的東西 這個露台設計呢 又是 那個洗衣機呢 一天有什麼事呢 又是很難出入的 咦 你這次這個當然不頂 你上次那個頂的嘛 你肯回應上次那個沒有 對了 你不拆不要緊 你不要經常在這裡 一句半句單單打打 這樣才行的 好 接著都看到入房了 這隻這樣的櫃 我 我都曾經是黃師傅的粉絲 我都曾經覺得他是一個 很好人 肯幫人 又肯教育的師傅 對了 曾經的事 所以以前看他這篇記得 人家的房子做過這個櫃 就猛壞人這個櫃 又撞到人家 沒有人敢做這個櫃 是的 他自己呢 就照做一模一樣的東西出來 就做一個櫃在床上 還有 這隻窗才麻煩 這段影片 他前前後 重複了很多次 就說這間屋 他完全沒有參與 因為這隻窗 改款 這隻窗如果要報小型工程 要報一級 而很明顯 他沒有報到小型工程 這隻窗 所以就 這些 做不要緊 你不要放上網 你放上網的話 你算是怎樣 哦 接著 袁國大師 這隻窗圓 這窗圓圓不圓 反而問題是不大 為何這兩個窗圓不圓呢 反而是 最挖身是這兩個窗圓 這兩個窗圓 造了一個大窗圓 那那條路便好行很多 依然回去這個窗圓和方 其實我覺得分別不大 還有 為何你是袁國大師呢 因為你經常說 袁國潮流 是由你帶起 而且你的袁國 是用到走火入魔了 這首歌你告訴他 旁邊的床褥你原來有什麼意思呢 又是扭爆頭 你這樣兜口兜面問人 開不開心 你想人怎麼回答你啊 這一段經典 那樣子多麼尷尬 不認你又不是你這樣拍著我 認你又自己不知想 哎呀說你又免得 但這樣子說你也很免得 還有黃大善人最壞也是 永遠幫了你一定要告訴你 就是這裡聽著 我幫了你一定要告訴別人 這個年輕人 因為正正常常都不是什麼壞人 但是方丈就專向這些自己最危急的時候 就把那些年輕人出來頂了 哎呀真是 這就是華人網絡攻擊你 這就是華人網絡攻擊你 被你搞磨了那間屋 你有沒有主動去處理過 人家那間屋子被你浪了在那裡 你什麼都不理不問那樣 那算怎樣 就是華人攻擊你 所以我等一下會和大家講一個叫 業明深效應 就是不戰不和不寒 你要打的 那大家 你約我出來 大家做過直播 攤開數據 大家辯論 我沒所謂的 你夠膽約我夠膽去 是不是 我約你 我知道你未必去的 要和 那你就 其實我想這件事刁毯他了 不再出聲的了 所以你看到我 他上一條片我都沒有回應過的了 但是呢 他這樣傳陳師傅 我就不能不出聲的了 總之呢 都是那句人必自武而人無之的 你自己都不尊重自己 那些人怎麼尊重你呢 你自己需要這件事 那你就出來說 不是的 這些事情是假的 你不要覺得下回分解 你今回分解就可以了 你又怕什麼出來說 有些什麼 你要隔整個月 要攤到這件事都冷了 才拿出來說 除非你就好像加重那樣 要將一些 直的變彎 需要將東西攤到冷了 然後才慢慢來環節 說到自己沒有錯 這樣就回頭 你唯一我想到這個方法 所以你才可以隔這麼久 都不會認得 還有呢 如果這個規模的 你所謂的攻擊 其實就不是攻擊 總之 這件事情 大家都覺得有娛樂聲 拿出來說 對不對 所以 其他人都說 我們裝修界從來都沒試過這麼花聲 所以希望 方丈 你捱住 裝修界不可以沒有你的 裝修界不可以沒有你 一切又歸於平靜 就很悶的了 接著另一段片 太長太沉 免得說這麼多 只有這一點 我最不滿意的 你們聽聽聽 正正常常這樣做 因為這些是居屋 居居居居可以自行改造的 但是記住 公屋是不准改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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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畫面的 公屋我們才做 公屋和公屋是不一樣的 公屋是租的 公屋是賣的 可以同作為的 你租就要受監本 你買了 如果你是塔法水口的獎 都可以改造的 當然這些是基本收入改造的 就沒什麼大事 會搞你的 除非有些 好像今次的網上 有些人被罰稅 那些人被罰稅 好 另外那段片 最差的就是這一段 我就不明白 下回分解是什麼意思 是不是因為 這刻跟你相處得不愉快 所以你就會打他 搞他 什麼叫下回分解 我就不跟你講清楚 所以如果大家找過 這間公司裝修的人 都要提心吊膽 只要一個不小心 什麼時候他不高興呢 他就會找回資料 隨時隨地 我理解到的意思是這樣 不知道有沒有其他意思 還有 首先你自己都是其身不正 你那種所謂的玻璃堂門 你說防火而已 有沒有證書 誰敢簽文證書給你 沒有的話 你自己都在做犯法的事 那你憑什麼大大聲音 說其他人犯法呢 另外 演算法是很神奇的 他就某一天 就弄了某一段 這間公司兩年前的影片出來 這一間就肯定是公屋來的了 但是這個師傅高手 把廚房移到廳房裡 把廚房移到廳房裡 把廳房裡 什麼門都沒有 只剩下煮食爐 這樣就合不合法 合不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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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防護署的區域 然後把廚房拆到乾乾淨淨 變成一張上格床 一張下格床 這樣又合不合法 然後一間公屋 怎麼可以住這麼多人 合不合法 你自己 你自己回答了我 你自己曾經做過的單位 合不合法 你一弄到這些房屋處的法 就不能說了 至於房屋處的嚴定質法 我們裝修大家都不用做了 總之鋪過地下遊牆 造台也不要拼他 造台你拼完要還原 要還原就是不合法 造台也不要拆他了 只是做到吊貴宣訴 大家這些裝修人一起黑米 你是不是想這樣的意思 總之 我是客人 我就不夠這樣找這間公司做的了 因為 我有沒有拆房房門 你一定知道 我的廁所有沒有偷偷地大改 你一定知道 但是這些資料 你掌握在這間公司裡 他在他不高興的時候 隨時可以拿來搞你了 總之 最後 維他奶道理 我等了這麼久還沒開到戶 不過首先 我跟大家說一下 什麼叫葉明森道理 葉明森是誰呢 就是清朝時代的兩國總督 他最著名的事就是 英法聯軍打到來的時候 他奉行不戰不和不寒政策 什麼叫不戰不和不寒呢 就是 明明自己有士兵的 所以中國這麼多人 人家清朝的幾艘船 加上都是千多人 最多都是 都可以千多人 整個廣州城打回來的 就是因為他不戰 炮台不守 也都不會組織鄉用的 和別人拼斥到的 只是喊 只是幻想出來 幻想 那些市民會自己很努力 去殺鬼子 但是怎麼知道 市民其實已經不妥他很久了 就好像 方丈第一條回應的片 打算是罵人一輪之後 那些網友會反誓我的 怎麼知道 他不知道自己已經是 坐得很離譜 可能因為 事業太過順境了 他不知道自己 唉 因為想起來很慨嘆的 你看回年齡之前 方丈這片 他是在做和我同樣的行為 就是 踢爆些人的眼尾 踢爆些人 怎麼做錯 怎麼裝錯吃飯 我打算 我這樣踢一踢 可以踢醒他老人家 讓他知道我錯 怎料他老人家是 死瘋了臉 死也不認錯 撞也不要緊 總之 抽一層他已經成功了 所以就不可以認錯 另外就是 要明心的就是不和 因為你想 其實那些外國人很簡單 想你簽回一些和約 那類的事情 確保一些條款 但是 葉明心就是不談 我只要不談 你這群羊鬼子又吹我 我不相信 結果就是羊鬼子 就打上來了 方丈也是 明明很簡單的 但是這群羊 你沒有壞的 你不讓大家摊出來 說給我聽 其實我沒有壞的 怎樣怎樣怎樣 又不是 又不談 又不打 又不和 又不談 如何去拆掉這件事 所以這個就是 葉明心道理了 這個就是 我不知道這是道理 好 拜拜